为防堵跳桥自杀事故 美国旧金山的知名打卡景点金门大桥 自2018年启动安全网加装工程计划 并将在近期完工 这项特殊的防护设计 是将细密的不锈钢网放置在人行道下方约20英尺处 并从桥梁向外延伸约20英尺 判借此抑制少数族群跳桥结束生命的动机 金门大桥全长约2.7公里 宽27公尺 它不仅是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金门海峡的远距悬索桥 更是许多观光客造访拍摄的观光圣地 但另一方面 这里却也不时传出跳桥自杀的憾事 据官方统计显示 金门大桥每年约有30人在桥上一跃而下 做出令人行水的决定 有鉴于此 官方除了透过地方巡逻队 家中公路巡逻队及民众通报等多重管道 并规定夜间禁止行人通行 来预防民众自杀的可能 2014年6月 家中政府进一步批准了一项安装自杀屏障的资助计划 计划自2018年启动 施资超过2.1亿美元 判透过实际的物理屏障 嚇阻跳桥轻声 据金门大桥网站宣称 自威哲网计划启动并添加防护网以来 已有效降低跳桥自杀人数 尽管如此 去年仍有22人自杀 今年截至10月也有13起 憾事发生 中央社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